雨球一哥周天成 男子单打小组赛第二战 对上加拿大华语选手杨灿 狐狸全开却陷入苦战 满头大汗周天成接连杀球 辛苦拿下第一局 但比他小12岁的杨灿 以速度优势继续紧逼 往前短边相接杨灿扳回一拳 到了最终决胜局 周天成已经紧疲力竭 几乎快须拖赛末点一个杀球 原本被判决出界 但周天成立刻对判定质疑 提出挑战 最后该判戒内压陷 周天成以最近挑战获胜天进八强 世界排名第四的周天成 惊艳老道 赛程中就算与对手激烈拉锯 但还需成功化险为夷 分主赛第二战以21比18 16比21 22比20前进八强 也成为连两届奥运 勇闯八强的台湾第一人 周天成在小组赛联胜 硬仗也将又开始 八强赛可能要遭遇上届 里约奥运金牌成龙 但奥运中华羽球队 已经达成全员晋级记录 也几乎全员都晋级八强 现在周天成要继续过关 展将期盼闯进四强 为台湾写下新页 记得张贝兹谢红鹿猜访不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